大家好,欢迎回来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道很简单的家常菜 首先需要用到的是长豆 把头和尾切掉 然后把它切丁 把它先放到一旁 准备三颗鸡蛋 均匀的搅拌 倒入15克的油 中小火 倒入长豆 放入半茶匙的盐 继续翻炒 大概两分钟 倒入刚才的蛋液 盖上锅盖 这个时候鸡蛋已经半熟了 把它切成四等份 翻过来 大概煎一分钟 这简单的一道家常菜就完成了 谢谢收看,下期见